嗨 大家好 我是棒棒 今天這部影片呢 其實 怎麼講 在過年的時候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似乎是有點怪怪的 但是我就覺得 就正是這個時候 很適合跟大家來分享我現在的心情 我知道現在過年的期間 其實大家聚在一起吃團圓飯 大家可以去看個節目啊 玩玩桌遊啊 或是一起出去逛逛 一家人聚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大概已經有5年沒有經歷到這些事情 因為我發把故事之後 其實就很自然的 沒有再過過年 都是在工作 或者是跟朋友聚在一起 我知道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過年是沒有團圓飯吃的 沒有跟家人聚在一起 家人不在啊 什麼的 但是呢 昨天晚上 我就收到了一個IG的私訊 他們說他是通靈師 說他們可以幫我跟我過世的老爸溝通 其實 呃 怎麼講 我是沒什麼信仰的人 除了最近想信撒旦叫之外 我就不相信這些神成鬼鬼 我才會敢去什麼特斯拉抓鬼嘛 關我屁事 過來我就踹幾兩腳 所以 他這樣跟我講的時候 當然我是 可是 你呼我啊 一開始的心態這樣 可是說真的 我 躺在床上想了很久 你不要不要開門啊 你不要斷我情趣啊 喜愛的這個 操 不是 講的正有感覺 開著門 反正我就是 躺在床上想了很久 我就覺得 我還是應該給人家一次機會 假設你家人過世 對 那是騙人的 你也給他騙騙看嘛 對啊 還是會想知道 對 你想知道嘛 而且 重點也來了 他是沒有跟我收錢的 他 那他可能記憶我的沒事了吧 有可能 沒有啦 他就是 他沒有收錢 所以他們也沒辦法說 我這邊得到什麼嘛 那我就在想 我應該給他們一次機會 他是說真的可以讓我跟我爸對話 能夠讓我感覺到我爸 就存在在我周遭 能夠讓他重新的抱抱我 這個可不太扯了 知道嗎 我今天有點浮誇了 反正我現在很好奇 我跟他約了明天早上 我們就明天早上看看 他到底玩什麼花樣 說不定他真的讓我看到了我爸 真的讓我跟我爸溝通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就當他的經紀人 喔噢 幹事是一併商機耶 誰想再十日戰功 vocals回こと 反正 那到底怎麼樣 我們就等明天看看 他真的有的話 我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一個人四五十萬 你怎麼說的啊 你會見 我只是覺得他還是會死 只是他死之前 如果沒有競權力 但這真的很蝴陽 我沒有做到的該做 而我爸 在五十歲的時候 我有很嚴重的憂鬱症 人的感情吧 是我的 我那時候大概二十歲 七年前 我就是 太想得到他的任何 我想要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就離開了家裡 結果有一天我工作前 我們去吃飯 我就接到電話 我就說他XX 結果覺得好像沒有 你死了嗎 你死了嗎 誰不得到任何應無所謂 只是我覺得 他會死 因為很大部分其實跟我有關係 因為我就離開了家裡 但是等我成功 我做到我想做的事情 我就 我給他讓你看看 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那一刻其實就導致他 離開了 其實我爸故事之後 我就是沒有一個對象 可以去聊一些很累心 很靈魂的東西 以前我們都會在睡前的時候 聊個四到六小時 我們就聊得很開心 我大概有兩年的時光 都是這樣度過的 但是我覺得我爸故事之後 就再也沒有人 可以跟我聊這件事情 再也沒有 所以為什麼我很想要 跟我爸說話 因為我已經五六年沒有過過年 我已經五六年沒有跟別人 有這些交友 這是我今天比你來得遠 我太想做這件事情 太想要跟他有一個 拼拼的共產 對 你要找到一個 你足夠信任 他又愛你 你也愛他 願意把所有的東西都告訴他 而且他也有一定的智慧 他可以回答出讓你覺得 哇很滿意的答案 他就像是我一個很重要的老師 一樣 可以嗎 OK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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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找到 沒有找到 OK OK 沒有找到 OK OK 幫我到金山區 你把他丟在什麼時候 他現在在哪裡 他現在在這邊 你不要適度去想他的聲音 想他的人 想他的形象 我有點緊張 我也有點緊張 放空就對了 你覺得放空 然後你也不用想太多 你不要看什麼 OK 好 閉上眼睛 你有沒有試過閉上眼睛 卻知道旁邊有人在看著你 沒有 好 試著這樣子去感覺 有沒有感覺到第二個人 第三個 第四個人 第五個人 感覺好像有 好 記住到感覺 OK OK 我把一些東西清理掉之後 你再去感覺 OK 會比較專精 你有沒有感覺到幾個 好幾個 這樣 你們房間這邊 剛洗褲子 對 我會弄一個空間出來 讓你這裡只有你 我這邊都會用它 OK 你為什麼要去洗褲子 你什麼用 你什麼用 你自己這樣就能去感染的感覺 我只能感覺到他 那就可以 對 要不要 因為我抱歉 他實在是不想跟我說話 我給你感覺 然後你就直接跟他說話 不用想 然後他也沒有原因 他在裡頭 對 就在裡頭 然後一隻手 我說出來 我說出來比較好 你說出來也沒關係 但是我聽不到他講話 還是自己跟你說 如果沒有人到後面 明白 對 很想念我們睡前都會聊天的時候 我覺得很抱歉 到最後我是沒有A在你身邊的 但是他好像在跟你說說話 我當還沒準備好 你就已經不在了 我一直都在做以前教我的事情 我的朋友問我 問你要怎麼過 我才發現 從你離開之後 我就沒有過過年 真的還想我 你能夠再一次 在我身邊 但是 我知道這樣對我們都不好 可是想告訴你 就像你教我的 好好面對 好好放下 剩下的都是我們自己 要去面對的事情 真的就知道 該說什麼才好 我好愛你 很謝謝你從小到大 怎麼都愛我 給人我怎麼多的愛 你走了之後 我真的很不平靜 我一直都很驕傲 我一直都很驕傲 我的爸爸是你 這是我最驕傲的事情 但是現在都好多了 我一直都很驕傲 我的爸爸是你 這是我最驕傲的事情 我每次不要說 你先再学会一下 从最一开始到现在 有那么可以的东西 会在你的网络里面出现 因为在这个网络里面 他是要试着开眼睛讲什么 然后手续摸摸摸 他开眼后开门其实就是 讲个字或是批课音 他就逼住 手丢出我的按照后几次 那现在长什么样 刚好有胖刷 他还会跟原本长得一样吗 他瘦没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原本一样 他就不知道了 有可能 不知道 因为他跟原本会有落差 看他是回处到什么时候 讲原本大概就跟我长一模一样 等一下 我 他会 被分长错了 不会 这个清楚了 他就是这个人 他真的跟我长得非常像 我给你看照片 两个人在这边的时候 你可能真的会 一世之间没有分得太清楚 我还是你搞的啊 他老的时候有这么胖过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是那么胖 他有一百八十多方法 没有太多了吧 他不想要打扣 他可以自己把自己掉一把干掉 这是他 是 他可以肯定 我把你摆得蛮帅的 我比较把地边这样 我给你吃一个东西 这个是外面说 住宿的神秘力 神秘巧 可能外面很多 但我会去还可以再做买狗 这种东西的东西 更无心一点 一定会长那么旋是不是 没有 没有我跟他说什么东西啊 OK 我不能理解那什么 OK 是吗 对 什么关系的事 通体舒畅 我有没有认识 我为什么认识 是可以让他来决一下 哦 那你还好认真的去 可学他这一分眼前 哦 你要收钱吗 收完 这东西可以卖什么东西 我把他老板起来花五颗 还有他不能欠啊 你去挖那个东西都有啊 对 笑笑 好啦 不要 好 等一下 可以啊 不要 不要 啊 我要 我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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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 四千 我原本是宁可欣其有 不可欣其无 抱持了一点尊重 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啊 继续看吧 对啊 等一下去 就这样 他会在你头里面画 变成奇怪的东西 伤不到你的身体里面 啪 没在那种重体 那个吃了要干嘛 那个吃了对我的身体好 他说对我的身体好 你给我打拳试试看吧 对啊 对啊 他感觉 没啊 没啊 你穿过我看你 那我怎么样提升我的法力 烟气啊 烟气啊 烟气光 你只要每天早上五点晚上十一天 怎么样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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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怎么样了 就是 会拿去 比如说手上 他开了 还可以特别碰 比如说手上 他开了 还可以特别碰 开了 还可以特别碰 应该就这样吧 现在我们被打开了 哦 那这事情就到这边持续了 谢谢 谢谢你们特地来 嗯 谢谢 呃 这一次就是 虽然说没有跟我爸有什么太多的交流 因为我没有得到很明确的回馈 过程中有一些事情真的是 也是挺奇怪的 我们有放那些东西吗 有 有吗 有 我现在什么时候 不知道这两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说其实假的 怎么说呢 这种事情就是你不管真假 只要是有机会你会去试试看嘛 但如果他是骗人的也没什么好踢爆 反正会有报应的 因为这种事情就不应该是拿来开玩笑 或是拿来骗人的 但是 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我也是有点失望 说真的 其实我爸在过世的前八个月 我们就是在人战 然后有一天我在去工作的路途上接到电话 我爸爸已经过世这样 我就是觉得 在他人生的最后 我们都没有解开误会 然后 就是觉得挺遗憾的 所以一直以来都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如果有机会可以跟他对话的话 我当然是很想要 对啊 所以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坦白讲我是挺失望的 说真的 嗯 我没有做之前 我都不会这么难过 我做了 然后 都没有得到这些回应 我会觉得 嘖 这个年就过得更失落 说真的 我希望我爸过世的说 我世的说 那一年 我就是 只想着要证明我自己 只想着要证明我是对的 所以我就跟他吵架 我们就忍战了 好像 我看大部分的年轻人也都会是这样 我也收到了很多的私讯 也都是跟家里的人 有什么样的纷争 然后他想证明他是对的 他觉得他自己是最聪明的 也没有错吧 但是事情回过头来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那都没有任何人 如果当初我没有争吞口气的话 我现在真的 就算我爸 他还是过世 可是我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遗憾 我就不会觉得 蛤 怎么那么突然 我什么话都没有讲 我这一生 我想必我都会留着这一个遗憾 所以真的是 如果你现在还在亲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你的孩子 又或者是 他是你生命中 对你来说重要的你的爱人 等等 尽早放下成见 爱就是要包容 接纳 互相尊重 那个时候我就是蒙蔽了 还不懂什么是爱 不知道要怎么去爱我爸 等到他真的是过世了 我才知道 啊原来我要怎么去爱这个人 对啊 就这个真的是 等他过世了我的时候 我才学会 啊原来 跟爸爸相处是应该要怎么样 要怎么去珍惜他还在的时候 这个都没机会了 你知道每次 现在凌晨大概 三点 啊四点多 以前这个时候 我都不是在跟他聊天 聊到快早上 我那时候我就不应该跟他人在 我就可以继续 继续跟他 有更多相处的时光 更机会 对啊 反正就是 在过年跟大家讲 这是有点怪怪的 就是告诉大家 你现在不放下成见的话 有一天你会很后悔 你就像我一样 你会非常的后悔 你会很遗憾 然后这些东西 你也没办法跟任何人分享 就是没有人可以 帮你分担的 你就只能自己吃下来 而且是无法挽回的 对啊 今天快乐 好快乐 接下来吧 没什么好说的